是怎麼賺到足夠錢買這麼漂亮的一個房子 一進去二樓 我就是覺得很喜歡 我們就禱告禱告禱告 然後我們就很順利的成交了 當時的話在桃園農潭 這種房子才氣得好 我認為腳踏實筆努力的工作 不要走投機的路線 我們有在拍攝一個主題是 想要請問就是漂亮房子的屋主 他們當初是怎麼賺到足夠錢 買這麼好看的房子 不用不用不用 是怎麼樣賺足夠錢買到這麼漂亮的房子 我現在的狀態也OK嗎 你好不好意思 你好你好 當我們先生就來 他說要在台湖 你說你們怎麼賺錢 賺到五錢賺到這個 這個比較不方便耶 那有沒有什麼可以給我們年輕人建議 這個賺錢是一種從年輕人打賣的 到年輕人打賣的 我從年輕人就開始 買一間上班賺錢 第二間也是更多 比較大間 要有機會 有機會 更多大間 我們的時代是這樣的 你們現在的年輕人可能 期待不想想 現在就是 又好比較多 又好比較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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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哥 沒想到才開錄不到一個小時就混到 雖然說他們沒有直接偷他們的職業是什麼 但是也算是很樂於跟我們年輕人分享 但我們要按下一間門零食 剛好在門口遇到正要接待客人的屋主 而這位屋主也非常大方的跟我們聊天 並分享他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們是基督徒 就是開放家裡面小組聚會 來找房子的 那我當初因為我原來住在成功路 那邊很難停車 小組都是家庭家庭來到我們當中 那常常找不到停車位 所以聚會就有點困難 後來我們就禱告 希望上帝給我們一個夠大好停車 重點是可以負擔的房子 然後我們就到處找 那有一次我們從安平的佳樂府 要回成功路的路上 就看到這個房子的廣告 然後就驚鴻一瞥之後 就不然覺得可以去看看 一進去二樓 我就是覺得很喜歡 可是一問那個小姐就跟我們說 她的費用是三千五百八十萬 那對我們來講那根本就添價 因為我們手上沒有那麼多錢 就在我們回去要接孩子的路上 我先生就聽見上帝說了一句話 上帝說禱告三個月就給你成就 我們就覺得半信半疑怎麼可能 因為我們那時候手上只有一百萬現金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就在那過程當中 我們常常時不時就來這裡禱告 對著這個房子宣告說 這是上帝要給我的 來到這個地方禱告 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很有趣的是常常 那我送完小孩去幼稚園之後 我就開車開來這裡停泡 就停在這邊 然後對著這個房子說 上帝啊給我這個房子 然後不久之後發現 有個很熟悉的車子開過來 也是停在旁邊 然後結果我們就相遇了 你說沒有跟先生約好在這邊 原來是一起在這裡為這個房子禱告 然後果不其然三個月左右 我先生就問我說 你可以打電話去問那個小姐了 看看三個月上帝要做什麼事 結果我打電話去建設公司的時候 那個小姐跟我說 吳太太你們終於打來了 我們等著你三個月 因為他們說很神奇的是 他們賣房子從來沒有經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這麼好的 你看面公園沒有面奶 很奇妙的是這三個月 第一個很少主客人來看 第二個有來看也沒反應 他覺得好像在等我們 他就問我們說你們要買嗎 我說有我們想要買 但是我們價格可能不太吸 對然後最後呢他少了我們 很多錢賣給我們 當時那個少金額是你們 至少少了500萬 那即使少了500萬 我們還是只有一百萬啊 那怎麼辦 我們就跟老闆說 我們只有一百萬 其他的要貸款 很奇妙的總之就是有個過程 我們也很擔心帶不過 因為我們就是一般人 然後我們就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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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簽約禱告之後 大概過一個多禮拜 快兩個禮拜 銀行就打電話給我 就說吳太太你想要帶多少 我說你這句話的意思 是我可以帶很多的意思嗎 結果後來原來銀行見價 這種房子的價值有3800萬 所以他可以帶到我們要帶的金額 然後我們就很順利的成交了 哇塞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100萬就買了這個房子 那方面偷大概是做什麼方面的行業嗎 我就是教會的帶領者 我是牧者 然後我先生是在醫療 喔醫界工作這樣 對對對 這個房子地有48.5坪 所以我們聚會的時候 可以同時容納200人 這麼多人 年輕的朋友會看我們的影片 那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就是如果像他們可能剛起步啊 想要買到這麼漂亮的房子 有沒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第一個你要先存到第一桶金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那沒有第一桶金怎麼辦 那就存啊 慢慢存 就是努力然後慢慢存 一定要有第一桶金 是 然後第二個我真的是鼓勵大家 來信耶穌 因為上帝可以成就 所有不可能成就的事情 因為你有一個很堅實的信仰 所以做什麼事情 你當下就覺得會很成功 對可能年輕人會覺得很難 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他就是在 當你願意相信的時候 他就會成為你主觀的一個力量 因為我們剛剛是從外面看 就看到上面有些樹木 然後這樣串出來覺得 真的是很漂亮 你要不要去開來二樓 OK這個時候我相信 開始會有人留言 這個是誰的 不會有人真的相信嗎 但事情就會發生了 或許真的上帝顯靈吧 你來看看 家裡有點亂 他都會被剪掉 可以弄上200個人 對啊 第一次來到這個家之後 你就覺得 天啊 好大 真的是很寬敞耶 你下來吧 然後第一次 站在這下面的時候 那天 就是陽光口罩 白天白雲 然後你就看到有雲朵飄過去 就覺得 哇這就是我要的地方 對就覺得 天啊在家裡就可以看到雲 好讚喔 這個採光很好耶 對 今天是陰天 沒什麼採光 可是如果是大太陽的時候 其實它是三面採光的 而且你也本來簽這個很可愛 對 對這個很可愛 這是本來就有的吧 還是你沒後來用 很漂亮耶 對因為我在這裡聚會 還有讀書 而且還有放這個蠟燭 就才有氣氛 對啊 這是隨時都有嗎 常常是這裡 常常讓整個氛圍就是很溫暖的感覺 對對對 這個算是你被動旁邊 最喜歡的一個角落嗎 算是 真的是看到會很想要住進來 哈哈哈哈 雖然年輕人會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真的 上面是存在的 太好了不好意思 掰掰 謝謝掰掰 哇 真的又是一個奇蹟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怎麼這麼好 哇塞 這個 這個 賣一個關子 你們回去猜就知道了 現在還不能透露 對 好謝謝您耶 這很可愛耶 還有來 這很可愛的 你看得知道是燈對不對 這很有質感耶 是啊 現上帝成為你們聖誕當中的一角的燈 謝謝 謝謝姐姐 謝謝姐姐 年輕人好棒 怎麼可以每次都這麼幸運啊 其實我們上一個屋主到這個屋主 已經按了大概不下三時間 結果這一棟剛好遇到這個姐姐 然後人就超級一號 雖然他沒有講太多他們可能賺錢的故事 不過有分享了他們是如何買到這種房子 這一戶聽起來就蠻生氣的 對啊 因為不會覺得說 全款只有一百萬怎麼買到這麼大的豪宅 對不對 對 而且真的是不輸我們之前問的每一戶 對 那就打麻塞吧 OKOK 沒問題沒問題 經歷了什麼做什麼行業然後賺到錢 到現在可以買這麼漂亮的房子 做文具 其實我是沒有參與我先生的工作 是 自己是公職退休 喔 然後我現在是自己來收起家庭 但是後來有轉型 有沒有什麼行業是可以比較建議的 對 這行業就很好 真的嗎 是啊 還在努力的 年輕人很有創意 有挑戰 喔 好 你等我一下我 我們今天跟家有討論一下 好好好 看他這個還有很高級的洞 聲光灑下來 每天迎接你出門 這是爸爸買的啦 對爸爸買的 然後因為我們家是自己開公司啦 當初因為那時候十年前進入海嘯 所以這一台房子其實沒有想像的那麼貴 大概兩千吧 後來我們是這十間第一間買的嘛 然後它是頭尾四間有電池 然後因為我們自己開公司 然後是板工先起家的嘛 他也是到五十幾歲就退休 然後就是交給爸爸這樣 方便透露是大概什麼相關產業嗎 塑膠配管的 塑膠那類的 就是建築 也是有點建築相關的 所以你現在也是在家裡 對對對上班 以現在年輕人可能想要買第一棟房子 或是說想買漂亮的房子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身邊也是蠻多同學或是親戚 他們也是要買 他們就是用貸款吧 可是因為現在第一次貸款的 是不是歷路比較 或是父母幫他們扶頭期 他們後面自己不貸款自己付 我並不會推薦你直接按陌生人門鈴 詢問他們是如何支付的 因為效率真的太差了 但你可以問什麼比較會賺錢的朋友 或是買出來看 甚至是在網路上學習 相信你只要找到對的管道 都會收益良多的 現在剛好有光直接照射下來 白白對不對 我們就是想要請教你說 是怎麼賺到足夠錢買這麼漂亮的一個房子 是 在按政府門鈴之前 我們並沒有想到 會進去這間豪宅將近兩個小時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不是說你努力的話 就能夠賺到很多錢 我本身的話跟別人完全不一樣 怎麼說 當然運氣比較好 我在大同公司上班的時候 所有的事業體 你們最賺錢的 比較 所以說人家一個月隔壁 同樣大學畢業 一個月領一萬兩千五百塊 我一個月包括加班會領到三萬六千塊 直接人家的三倍 當時的話在桃園龍潭 動房子才七十二百 當時是多久之前 民國六十九年 七十年 哇那四十年前這樣 對啊 所以你運氣好你找到機會的話 你又會把錢存下來的話 那你當然賺錢會很快 那後來的話就是說 我太太啊 流行自信貫錢 沒辦法走路 我必須把所有的工作都吃掉 我照顧她 所以當時在民國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我已經賺到大概 兩百多萬 因為我們很省 非常的節儉 所以說我當時是在台中市 買一棟房子 一百二十萬 然後買一輛車子 因為在我太太到處去看幣 買了當時育龍的話 二十幾萬 剩下五十萬而已 那房子就去跟銀行借氣所貸款 開始投入股票市場 但是為了照顧我太太的話 全部工作都放不掉了 就全新研究股票 當時的財政部長 他要課增政院交易所得稅 結果股票你知道嗎 連續第一天買十七天 我一想過來就虧掉十幾萬 那很傷耶 第十七天啊 以前我買的台售的股票 全部買掉 換成東和房子 因為台售當時 蓋六輕 股票炒到一百六十幾塊 我覺得它上漲空間不大 所以全部改成融資借錢 全部買東和 結果這十七天啊 不到十天的話 全部賺回來 那個是七天虧的 全部賺回來 而且還有賺 嚇到啦 趕快把它全部賣掉 那時候股票大概七千多點 沒想到股票竟然漲到一萬兩千多 但是我早上賺錢 因為當時是來台中 我一個親戚 在東海大學教書 他跟我講 他們附近有很多學生宿舍 你可以去買來 做個學生 我算一算 還蠻好算的嘛 支配款只要兩成 黃租的話也是蠻高的 投資報紙算一算 每個月大概有兩三萬的 就被動收入這樣 扣掉那些利息的還有兩三萬 是 當時人家的薪水才一萬塊而已 在股票市場賺的錢 全部啊 投入到那個房地產 你知道我買了多少 二十三萬 不好意思 當時大哥大概是幾歲 三十四歲啦 三十四歲 就這麼多房子 那時候把他全部賣掉 賺兩千多萬 房子跟股票賺兩千多萬 年輕人剛起步嘛 那他如果想要投入股票市場 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認為 以我現在的立場的話 是是是是 最好就是說 腳踏實地 努力的工作 不要走投機的路線 你今天可能讓你賺了很大的錢 就像說我當時賺了兩三億 是 現在一跑掉的話 加上我花掉的錢 再這樣去布施出去的錢 我現在剩下的 也只不過是 我能夠 兩老去而已 當時我有很多機會 我都放棄掉了 沒有辦法 我太太這樣了 那在當時的情況 如果大哥 可以再重新選擇一次 還是會投入股票市場 可以讓我同年學生的話 我跟你講 我高中畢業 我就會讀佛學院 因為一切有違法 都慢慢報理 至少你眼睛看到了 耳朵聽到了 銀耳鼻舌聲音 接觸到的東西 都是虛幻的 沒有看得透 放得下 所以你說年輕人怎麼賺錢 年輕人要賺錢 先保護 保存夠 多做善事 善事不一定要用錢去做 人家來 請人家做 說好話 路上看到需要幫忙 去幫忙一下 很多事情 你隨時都可以行善 你年輕的時候 如果一直這樣行善累積下去的話 你今次一定會 購得很舒服 人生喔 要這樣才有意義 你看我這一輩子 我太太洗澡 要我洗澡 三餐是我被煮三餐 對 什麼事情我都自己來 擦地板 我在擦地板 大小便要幫他處理 我要感謝我太太 沒有他 我只會走到這個地步 我知道人生的苦啊 我這樣講 大哥也是很愛太太 然後想要這樣的祝福 一個愛要把它昇華 昇華就是慈悲 我想大家今天分享那麼多 我們見頭前觀眾 也會學到很多教師 真的 我一直沒有想到 這棟房車 如果現在這樣子八千萬 你一個月薪水給你二十萬 你也買不起啊 賺個子賺不到 所以這個都有一定的因果業辦法 不是說你要追究追究得來 對 謝謝大哥 好 慢走 我還是很感恩每一位 願意跟我交流的屋主 或許他們每個人買房 賺錢的方式跟經歷都不太一樣 有的人白手起家創業 有的人一輩子 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打拼 但唯一的共同點是 他們都很投入在自己的事業上 並努力地往目標邁進 才能夠擁有現在的成就 最後大家不要忘記 楊大哥所說的 多做善事 你年輕的時候 如果一直這樣行善累積下去的話 你今次一定會動得很舒服 嗨嗨嗨嗨嗨嗨